陈毅追悼会 公公静静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 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补床单的一脚 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 泪水山南滚路 然而江青汤神义果尽量压低追悼会的规格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部出席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新朝南平 突然决定调车去参加追悼会 其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是为了文革中蒙受屈辱的党内老同志陈毅彻底恢复名誉 二是说明像陈毅这样的 曾经受到过批判的老同志 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 是值得信赖的 这是一个对解放老干部极为有利的事情 机密的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 在京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 人大 政协 国防委员会委员 以及凡事提出要去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去参加 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含义 来不及换掉睡袍 仅在外面照了一件大衣的毛泽东匆匆站到了八宝山 周恩来把毛泽东迎进休息室 在沙发上坐下 毛泽东提出要见陈毅的夫人张希及其子女 张希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 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 张希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 握住毛泽东的手 满脸泪很哽咽着问 朱熹 你怎么也难 毛泽东看着悲哀的张希 不禁也欺然累下 我也来到念陈毅同志吗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希坐在自己的身边 张希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心情非常激动 他知道 建国以来 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 张希喃喃的说 陈毅不懂事 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希的话 不让他讲下去 说 不能这么说 也不全快答 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又一一问及陈毅几个孩子的名字 极近 周温来在旁边一一做了介绍 毛泽东勉励陈毅的几个孩子 要努力奋斗 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贡献 立了大功劳的 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